我平时工作太忙了 就请婆婆过来带孩子 每天晚上儿子的饭量却突然增加 去医院检查后 医生的话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网友分享的故事吧 我呢今年30岁了 有一个5岁的儿子 当时我生完儿子之后呢 我婆婆就明里暗里的暗示 我再要个老二 说一个也是带 两个也是带 最好再生一个女儿 凑出一个好字 话是那么说 可哪有时间和精力呢 再说了 现在养孩子不是我们小时候了 一碗米汤就能喝饱的时代 现在什么都得讲究科学位啊 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已经够大了 再养一个不得节衣缩食不可吗 反正每当婆婆说这个事的时候呢 我都用沉默来代替 婆婆说的多了 看我也不回答 也知道自己自讨门去 就没再提这件事了 婆婆呢也就全心全意的带着现在这个孙子 要说天下有恶婆婆吗 那是肯定有的 但是要问天下有不爱孙子的奶奶吗 我估计没有 都说隔背亲隔背亲 哪有不疼爱自己孙子的奶奶呢 可是疼爱孩子也是要讲究 可是疼爱孩子也是要讲究方法 讲究科学的 身边见过太多的朋友 孩子小时候爷爷奶奶喜欢咀嚼过之后 再喂孩子 结果让孩子生病了 有的孩子生病了 老人又不去医院 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偏方子来治病 最后病没治好 反而还耽误了 所以我家孩子从出生以后呢 我就告诉婆婆孩子会饭的时候 不用吹凉的再喂 为此我还专门给婆婆买了手持的小风扇 还告诉她喝不完的奶要及时倒掉 奶瓶也要一天消一次毒 刚开始的时候呢 婆婆做的还行 后来估计也就是嫌麻烦 就不按我的要求来了 每次呢 我看到了都是自己去喂孩子 为此呢 婆婆还和老公抱怨了很多 说我嫌弃她 我就无语了 大家都是为了孩子 现在看着好像是没什么问题 难道非要等孩子生病住院呢 才能引起重视吗 所以呢 老公也劝我 不要和他妈妈计较的时候 我也拒绝了 我说孩子的事情绝对是不能马虎的 婆婆她不愿意 那我就自己来吧 后来我们就各司其职 倒也没有多大矛盾 所以疼爱孩子可以 但绝对不能愚昧 必须要讲究科学 迷信是要不得的 我以为婆婆还算是个精明的人 我婆婆今年刚五十出头 虽然是农村出生的 但干事干活很干净很利落 后来她在厂里面上班呢 就在城里面定居了 算是半个城里人 按道理来说也是见过世面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也真是让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婆婆她真的太愚昧了 我和老公呢 两个人是自由恋爱 婚前呢 都在外企上班 两个人的工资呢 加起来有一万多 在我们这个三线城市算是不错的 结婚之后呢 就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因为老公他们家是一脉单纯 婆婆本来的意思是让我们再生一个 可我不太想要 一是生活的压力太高了 养儿子的成本太大 还有就是我第一次当父母 我想把最好的都留给一个孩子 所以不打算再要一个 婆婆也是从最开始的不理解到最后的妥协 反正全家人都把爱给了这个儿子 重心捧月般的呵护着他 希望他能健健康康的成长 并快快乐乐的长大 后来为了让儿子更好的成长 老公就让婆婆过来帮忙带孩子 我之前不是说 虽然婆婆是农村出生 但后面在城里面工作了几十年 我以为她是很干净很干练的人 所以我就把孩子给她带 在我三个月的时候产假也快要结束了 也就是孩子刚满一百天的时候 我就出去上班了 但是期望有多大 失望就真的有多大 我婆婆呢 她有一个爱好 就是特别的喜欢看手机 手机呢随时随地的都在她手里拿着 一有时间呢就会拿着看些有的没的 听些新闻呢 还会看一些乱七八糟搞笑的东西 记得那是孩子六个月的时候 我下班回家 那时是十二月份 孩子穿的还是羽绒服 我当时把孩子抱过来就闻到一股怪味 衣服屁股那一块也是湿湿的 我问婆婆 我说宝宝是不是尿裤子了 你知道吗 她还一脸迷茫地问我 没有啊 我给孩子抱到房间里面换纸尿裤 衣服一脱 秋裤秋衣保暖裤 全部打湿了 屁股也捂得红红的 当时我真的是心疼的想哭 那时是十二月二十几号 外面天都还在下雪 我当时就把婆婆叫来 看着孩子换下来的衣服 她却还是狡辩说自己没有闻到味道 一直陪着孩子在睡觉 不知道尿不是一滴尿了 我当时就发火了 我说孩子睡觉你都不给她脱外套吗 我交代了多少次了 睡觉要脱衣服 不然容易着凉啊 如果脱了衣服 那怎么可能不知道孩子尿了拉了呢 婆婆这个时候也知道自己再怎么说也不用了 就不吭声了 我也经常跟我妈抱怨 我妈说我婆婆可能是因为太多年没带孩子了 一时舒服 让我别计较什么 其实啊 我知道她就是那么倔强的一个人 反正就是我交代的事情 她根本就不以为然 没办法了 我也就只好跟老板辞职回家了 我就全心全意的开始照顾孩子 毕竟她还太小 交给我婆婆一个人带 我也确实不放心 后来我专门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 虽然是第一次当妈妈 但是我有什么不会的都会上网查 或者去请教别人 婆婆呢 她就负责家里的卫生和做饭 虽然呢 当时家里的收入少了一半 但也好在孩子这几年没有生什么病 我也并不后悔我辞职的决定 等到我孩子差不多三岁的时候呢 孩子已经照顾的很好 我就把他 我就打算把他送到幼儿园 再加上校车接送每天 婆婆只要一个人到小区门口等着接就可以了 所以我决定重新出去工作 可当时婆婆和老公他们并不同意 他们认为孩子现在还离不开母亲 怕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 可是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 老公每个月一万不到的工资 要承担整个家庭的开支根本就不够用 所以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让婆婆带孩子我出去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有点不适应的 担心孩子能不能吃好喝好睡好 更担心孩子生病 于是上班的过程中 总要打电话询问 我也知道婆婆的性格一根筋 可能会有一些陋习 再加上以前发生的那些小插曲 我又怕他把以前养孩子的技巧 又用在儿子身上 所以我就耐心的跟他讲解 应该怎么喂饭 怎么跟孩子相处 可婆婆却很不耐烦的说 那个时候自己没经验 所以出了点问题 再说了 你都把孩子养这么大了 还用得着教吗 我当时也没有再说什么了 有句话不是说吗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再说了 现在孩子已经会说话了 我也想开了 我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婆婆会照顾照顾不好 就这样相安无事的过了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之后呢 某一天我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吃饭的时候 我发现儿子吃饭吃的特别的香 总是狼吞虎咽 好像很久没吃过饭一样 而且饭量比以前还增了不少 以前吃一顿只吃一碗 现在居然能吃两碗了 还要喝满满一碗汤 我原本以为这应该是件好事 想着儿子现在正在长饿 所以营养消耗的有点大 属于正常情况 可是没想到有一天儿子吃完饭 居然一下就吐了 我顿时吓得不行 连忙问儿子怎么了 儿子也只是捂着肚子说 妈妈我肚子不舒服 也说不出个所以 我看情况挺紧急 我就马上带着儿子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以后呢 医生又是查血又是查胃经 就告诉我说 孩子应该是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所以才会这样 可是儿子晚饭的时候 跟我吃的是一样的 怎么会这样呢 我就问婆婆孩子中午吃的是什么 婆婆吞吞吐吐的 就说吃的面条什么的 从婆婆躲闪的眼神中 我可以看出婆婆她肯定瞒着我什么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猫腻 于是我就把家里 以前装宽耐送的监控给拿了出来 我就想看看婆婆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我休息这一天呢 家里吃饭都还是挺正常的 中午也是正常吃 第二天我是早早的去上了班 到了公司以后 我就打开了手机上的软件 想看看婆婆她们到底在干什么 上午呢也都还好 孩子自己在玩玩具 婆婆在家里打扫卫生 可是看了快到十二点了 婆婆还是没有要煮饭的意思 我心想难道婆婆忘记时间了吗 刚想打电话说是关心一下他们 顺便提醒吃饭的事情 可没想到婆婆就从她卧室里 拿了一个白色的瓶子 从里面倒了几粒药丸 还给儿子倒了一杯水 原来啊我不在家的时候 中午她居然没有给孩子饭吃 而是吃这种保健品 看到这里我就立马在单位请了假 我就跑回家问婆婆 那个白色瓶子里装的是什么 婆婆看事情瞒不下去了 才说了实话 原来她性推销的人 说用这种保健品代替中饭 可以让孩子更加聪明 所以这一段时间她都给孩子吃这个保健品 婆婆说她知道我不会让儿子吃这些 所以才没敢跟我说 我听完之后当时真的气得要死 明明知道我不让她还要反着来 我就再一次去了医院 结果医生告诉我 那些保健品根本是没有用的 只会伤害孩子的脾胃 如果吃下去吃多了的话 还会影响孩子对营养的吸收 往小了说影响五格发育长不高 往大了说还可能会影响治理 就是说孩子会变得越来越笨 听完医生的话我当时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婆婆也是惭愧的低下了头 还不忘唠叨的说自己的退休金全给搭了进去 我当时真的又气又急 我平时就跟婆婆说过 那些保健品都是骗人的 可她始终没有听进去 反而把保健品用在了自己孙子身上 不管她出于什么好心的目的 她的行为却是无知余味的 这样培养孩子只会让孩子受到伤害 对于这样一根筋的婆婆 请网友们帮忙出出主意吧 看看她们到底要怎么办 屏幕前的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